100年前中国向美国输出的是铁路劳工 100年后中国向美国输出的却是铁路技术 晚清时期从北京到武汉 即便走官道也需要27天 如今坐高铁不到5个小时就能实现 当你坐在高铁上 你知道中国高铁到底有多牛叉吗 大家好我是志须醉in the rapper artist 今天跟大家聊聊地表最快 中国高铁 截至2020年底 我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3.79万公里 稳居世界第一 今年7月我国自主研发的 世界首套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 在青岛亮相成为地表最强 高铁更是早已走出国门 成为中国制造最靓丽的名片 各国直呼真香 而当出行乘坐高铁已经习以为常 最多的争论是高铁上能不能吃泡面 最常见的科普是高铁上禁止吸烟时 谁能想到 如今在国内随处可见的高铁 发展路上曾多次命悬一线举步维艰 高铁为何在欧美国家开始拆铁路的背景下兴起 中国高铁发展初期遭遇了哪些阻力 技术安全盈利等种种考验 如何贯穿着中国高铁的命运 而中国高铁又是如何克服了 技术与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 从治安熬到黎明 高铁对于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里统计一下 屏幕前坐过高铁的领导们抠个一 没坐过的抠个二 从秦始皇的车同轨到隋阳帝修建大运河 自古以来无论是路上交通还是水上交通 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记得詹天佑主持修建中国自主设计并建造的第一条铁路 便被写进了小学课本里 18世纪蒸汽机的出现引领了工业革命 在此基础上路上最快的神器火车被发明 并迅速改写了世界格局 在始发地英国 铁路的出现为商业贸易按下了加速器 不仅新鲜的蔬菜瓜果能及时运进城市里 钢铁机械地产等行业也得以迅速崛起 于是铁路在欧美风靡 法国德国自不必说 都是后来高铁之争的有力竞争者 而当时的基建狂魔美国建设铁路的速度与规模都前无古人 巅峰时期美国铁路总里程超过40万公里 铁路提供了全国98%的客运和75%的货运 所以有人说欧洲的铁路通常是以建立村镇的服务者 而美国的铁路恰恰是他们的创造者 这里说的是从要享富先修路到催化工业的进步 再到一路铺就了美国的征服 在1830年代美国刚开始修建铁路的时候 这个国家还只有24个州 而一路向西沿途修铁路 承担着西部淘金热的运输 也将整个西部征服 南北战争时期火车更是承担重要的士兵与补给运输 左右战争的胜利开始为军事服务 然而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随着公路与航空的强势崛起 铁路开始被嫌弃 美英德纷纷过河拆铁 始乱终气 说来也不冤 铁路比起公路缺乏灵活性 实现不了最后一公里 比起飞机速度又不行 那时铁路跨海也过不去 而这时候的日本一边是战后的百废待兴 一边是深奥的势在必行 面临东海道沿线的运输瓶颈 不搞铁路又不行 这条线路集中了日本全国41%的人口 和70%的工业产值 以2.9%的铁路里程 完成了日本全国铁路25%的运量 这样的背景也催生了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 东海道新干线 而速度提升之后 铁路的优势又再次凸显 比公路更安全 比飞机更省钱 高铁的诞生 让铁路再次成为朝阳产业 1978年建国后 我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 对新干线进行了初体验 那也是我国与高铁的第一次结缘 那个时候国人大部分还生活在农村 火车票都买不起 但是在电视节目里也认识了新干线 这里科普一下 目前高铁通行的速度标准 是速度每小时250公里以上的新线 或经改造后设计速度 达标每小时200公里以上的既有铁路线 而1978年新干线的时速是210公里 我国的火车最高时速是100公里左右 平均时速40公里 所以当时的我们看新干线 就像在看科幻片 2014年日本搞过一个调查 评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影响日本社会最重要的发明创造 选了100件 排名第二的是方便面 排在第一的是新干线 更令人眼馋的是 东海道新干线开通后两年就开始赚钱 开通7年后就回了本 动心是真的动心 但是那时候的我们大多数人连火车都坐不起 能够正常使用的铁路也只有约5万公里 其中4万公里还是蒸汽线路 跑的是英国人发明铁路时使用的老古董 这时修建高铁就属于还没学会爬就想跑 白日做梦 虽然说梦想总是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但是在当时连普通铁路都岌岌可危 眼看着欧美各国都在拆 许多学者也觉得铁路会被淘汰 更重要的是 即便有心杀贼 才也没钱且缺钢铁 所以即使1990年金户高铁的构想在我国已经出现 但到2008年的正式开工 离经了18年 期间先是缓建派与建设派的拉锯站 讨论要不要建 再是磁福派与轮轨派撕破了脸 对于怎么建也十分纠结 缓建派觉得修建高铁的成本太高 只是面子工程没有必要 而建设派则主张运力不足必须提速 两方都有道理 但运力不足的刚性缺口确实摆在那里 以1992年为例 金户铁路南下货运密度高达7584万吨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7倍 客运方面 金户铁路双向客运密度已达3171万人次 是全国平均数的5.4倍 直白一些就是货运得排队 客运得抢票 然后金户高铁的方案缓建了10年后 直到2003年 弃而不舍的铁路人还是曲线救国 先倒腾出了中国高铁的黄浦军校 秦省客专 秦省客运专线南起秦皇岛站 北至沈阳北站 线路全长404公里 1999年动工 2003年通车 但1986年就开始了可行性研究 由于当时高铁在很多学者那属于敏感词汇 所以秦省客专都没敢提这两个字 但是设计时速250公里 初期运营时速200公里 它确实是中国的第一条高铁 秦省客专说 你甚至都不愿意叫我一声高铁 但设计归设计 落地还要解决车的问题 虽然无数学者前赴后继研发出了 先锋号和中华之星这样的经典 但是与国际上的技术差距难掩 于是中国高铁卖出了跨越式发展的第一步 引进技术 当然引进也不是一锤子买卖 古鱼有云 受之以鱼不如受之以鱼 我们要的是引进先进技术 联合设计生产 然后打造中国品牌 这条路嘛 中国制造业都走过 轻车熟路 正如后来中国医保的灵魂砍价 我们引进技术的时候 作为规划了四纵四横 1.2万公里高速铁路网的 全球高铁市场最大甲方 也贡献了一页砍掉30亿元的传奇佳话 当时本来忠义的是 技术最成熟的西门子 奈何对方恃宠而骄 始终不肯让价 于是花落别家 导致当时的西门子股价狂跌 高管原地失业 于是第二轮招标 直接砍掉30亿元 就这单子 即使是西门子 也不敢不接 虽然技术引进顺利 但是这一举动 也引发了许多争议 一方面曾经的国产动车 被全盘否定 另一方面 当时日本领导人参拜晋国神社 国内的情绪就是 如果高铁使用日本技术 就俱称 其实日本跟我们做生意 耍了不少心机 就像最前沿的技术不出口 强行给我们进行消费降级 这种尽量大到高铁 小到一部耳机 我只能说老日起了 但是这也激发了 我们自主研发的动力 所以中国高铁 失以长计以致以 成长于马生于争议 时间来到2008年北京奥运 那时和奥运一样 京京城际高铁一战成名 它是中国 也是世界上第一条运营 时速350公里的高铁 烁国高铁运营的试验田 更是中国高铁的名片 由于连接首都与直辖市 占据重要位置 且路程不长 30分钟适合体验 开通第一年 就接待了来自五大洲 30多个国家的政要 和国际组织领导 不但日本专家惨哭了 奥巴马也提出 要拨款80亿打造美国高铁 看着曾经被嫌弃的铁路 能有这般体验 直呼真香 然而春风得意马提及 中国高铁真正实现了日行千里 它的至暗时刻也逐渐逼近 2011年723永温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 两辆动车追尾造成40人死亡 172人受伤 中断行车32小时35分 直接经济损失 1亿9371.65万元 网络上群情激愤 恨不得将高铁原地毁灭 有人号召所有人抵制高铁 还有人煽情道 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 等一等你的人民 除此之外还有猛于虎的谣言 有人专门拍摄空座率高的车厢 说高铁是幽灵专列 还有人说高铁有辐射 乘务员都不孕不遇 尽管现在回看就地铁老人问号脸 但那个时候骂高铁就好比掌握了流量密码 我们全面质疑高铁的安全 中国高铁面对千夫所指的局面 从春风得意到如履薄冰命悬一线 结果就是全面降速低调搞科研 开放参观 用安稳的体验去换民众的时间 日子紧巴巴的过了两年 整个行业一度处于资金链断裂的边缘 好在2013年铁路实施正企分开改革 撤销铁道部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 与铁总出道相配套的还有政策与预算 于是铁总有钱又有上方保健 中国高铁再次大踏步向前 同年中国高铁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016年两列中国标准高速动车组 均以420公里每小时速度 在正需高速铁路上完成安全交汇 标志中国已全面掌握核心高铁技术 同时中国中车集团公司在全球高铁市场 占据69%的份额 成为世界高铁领跑者 2019年世界银行发布 中国的高速铁路发展报告 中国高铁营业里程超过世界 其他国家高铁营业里程总和 相比全球各国票价最低 建设成本还比其他国家省三分之一 于是中国高铁标准已成世界标准 四纵四横高铁网全面建成 八纵八横高铁网正在进行 动车组承担铁路客运量的70% 复兴号实现31个省的全覆盖 网络购票在线选择人脸识别快速进站 这些1978年的无法想象 也都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 中国高铁一路走来 翻过了保守人士的围追堵截 突破了国外封锁的技术极限 撑过了安全事故的信任危机 实在太不容易 这时候地表最强的中国高铁 还要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盈利 不可否认的是 中国高铁盈利的线路只占少数 相比于其他国家 虽然建设成本低 但是我们票价便宜 如果位置得利沿线人口密集 收回成本不成问题 比如金户高铁 建成三年就实现了盈利 被誉为全球最赚钱高铁 但更多的线路在深入中西部地区 基本盈利不再考虑 当然2013年改革之后 中国高铁已经通过资本运作来助力 从南车北车合并到金户高铁上市 资本之路也进展神速 多家相关公司现身世界500强 但总体来看高铁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分 民生工程的属性注定不在于利润 本来卖票能卖几个钱 更重要的是高铁带来的经济溢出效应 不可忽略 就像高铁作为一个集合基建与材料 机械车辆制造 零部件信息电子设备 铁路运营和物流等环节的复杂产业链 光上市公司就有数十家 我国大规模建设高铁 也带动了高端制造业 而另一方面正所谓时间就是金钱 高铁速度解决了出行拥堵 也节约了旅客的出行时间 2019年我国高铁运送人数达22.9亿人次 如果人人都省下一个小时的时间 多少价值创造在期间 这就好比如果人人都点赞收藏转发关注 小阿的生活得多甜 此外更不用说高铁如何让城市圈紧密连接 带动区域经济造福整个沿线 与此同时 高铁也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最好的名片 回首那年我国领导人第一次坐上新干线 我们与高铁结缘 多少年以后 如今被誉为世纪烂尾工程的美国加州高铁还在建 加州州长亲自体验我国高铁时 满眼都是艳羡 正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从只能用得起孤动蒸汽机 到地表最快贴地飞行 几代铁路人前赴后继上演了速度与激情 从一穷二白到白手起家 从摸着石头过河到灵魂砍架 中国高铁开局不利但完美逆袭 从四纵四横到八面威风 中国高铁从只能仰人鼻息 到走出国门与昔日的老师同场竞技 从秦审客专到行业标杆 从千夫所指命悬一线的泥潭 到上演卧薪长胆的峰回路转 从中国高铁到中国基建 从中国创造到中国名片 中国高铁以和谐与复兴之名 将祖国的山川湖海相连 以一日千里朝发西智的速度 构成万千民众说走就走的出行体验 高铁的发展一如我们国家的发展 虽毕露蓝绿差距万千 但后发先至一往无前